新晋内鱼南菩萨在一天之内发布了自己15张泳池施发大片,不仅惊呆了内鱼的粉丝们,更有全球的粉丝,只不过,肖战每一次出现时的一次次数据,都会打脸这群胡乱猜测的人,甚至于当肖战只是转发转发央视的博文,点赞量都是超百万的,一点都不比巅峰时期差。 然而事实上,肖战目前仍旧处于巅峰时期,国内粉丝见到肖战的几率要比海外粉丝大得多,内鱼粉丝考古肖战的所有作品,都是没有门槛的,网络如此发达,肖战进入娱乐圈的年头又不长,考古肖战轻而易举,于是,当肖战不营业的时候,粉丝们能做的事情太多了,尤其是肖战,自从进入娱乐圈以来,拍戏,唱歌,话剧,广告, 综艺可谓全面开花,更有成团时期,随着组合一起举办的几场演唱会,那是他的BK因瞬间,那鱼粉丝们但凡想要好好的粉肖战,绝对不会无聊到没事可做,当新鲜的肖战不出现时,考古绝对是最明智的选择,肖战的泳池施法大片,在发到互联网上之后,一瞬间就秒上热搜,内鱼粉丝就此疯狂, 而至少半天之后,海外粉丝们才逐渐看到肖战的大片,各国与国内都有时差问题,很多海外粉丝,甚至在一天之后,才看到肖战的营业,就在这种情况下,肖战依然可以登陆多国趋势,这足可见肖战在海外的影响力依旧强势。 对于海外粉丝来说,粉一个中国明星绝对比粉,他们本土的明星历程要艰难得多,他们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,还有审美的差异,而肖战这张脸,确实做到了,让不同人种都同样喜欢他。 美国、日本、印度、泰国、韩国,肖战的粉丝遍布全球,即便很多人觉得肖战不行,但肖战一发照片就全球热搜,你说气人不?